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他也怒了 最后的结局便是他们三姐妹摆下了九曲黄河镇 被老子和原始联手给杀害了 其三 文仲 路亚用钉头七件书害死赵公明 需要21日的时间 在这过程中文仲曾经派赵公明的两个徒弟 陈九公和姚嫂四去抢钉头七件书 但后来却被杨简变化成文仲的模样骗了回来 在这之后文仲就眼睁睁地看着赵公明等死 如果这个时候文仲能早点去请三肖下山 而三肖也不会看着赵公明惨死 那么依靠三肖手中的会员惊动 稀奇无认识他们对手 到这个时候三肖把钉头七件书抢回来 然后十大体的晕霄 一定会劝赵公明还有穷霄和碧霄回山 如果回山也就没有后来被杀的事情发生了 其次神功报赵公明死了之后 神功报拿着他的道符 和金娇捡来到三仙岛送害给三肖 如果神功报不来 三肖就算知道赵公明被杀 他们也可以装作不知道 他们同样可以不用下山 毕竟通天教主说过 身头稀土 封神榜上有名人 修道者是很不愿意上封神榜的 但神功报来了 作为赵公明的妹妹 肯定要为他报仇 否则面子上都不好过 所以只能下山了 其五三肖自己害死了自己 因为赵公明惨死 穷霄和碧霄得知之后 立马就要下山 云霄想要阻拦 但他们不听 云霄也只能一同下山 而且心中所想 他和两个妹妹一同下山 万一有什么事情 他还能从中调和 这时候 三肖其实都知道赵公明该死 因为通天教主严厉告诫过他们 不能下山 而赵公明恰恰是违背了失命下山 可以说是他咎由自取 三肖下山本来是想收敛赵公明一体 但路鸦用钉头旗简术害死赵公明 导致他死状凄惨 包括云霄此时都忍不下去了 所以这就导致了三肖最后死亡的结局 可以说三肖也是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 穷霄必消就不必多说 他们那火爆的性格 迟早也是上风神宝 但如果当时云霄下山后 同下山是想的一样 收敛了赵公明遗体之后就直接回山 那么也不可能会有死亡结局 其六原始天尊和老子联手杀死了三肖 由于三肖娘娘的九曲黄和珍太过厉害 拿了十二金仙 原始天尊和老子不得不来到人间 而三肖也都是死在了原始天尊的手中 三肖的死亡 是一环接着一环 不是某一个直接原因 要说直接杀死他们的是原始天尊和老子 当然老子没有直接杀三肖 杀人的都是原始天尊 但老子是帮凶 可是仔细想想如果赵公明没有下山 就不会让做妹妹的三肖下山 还有如果云霄一直能保持立志 当然换做谁看到自己哥哥死状那么凄惨 也无法保持立志 但云霄可以采用另外的方法 先收敛赵公明遗体 然后等封神过后 再想办法替赵公明报仇 但是云霄没能忍到最后 所以说导致三肖娘娘最后死亡的结局 有外部原因 比如赵公明 深公报 原始天尊 但也有他们自身的原因 穷霄必消就算不是死在原始天尊的手上 也会死在别的地方 主要可惜的是云霄 都忍了这么久 再多忍一下多好呢 云霄是知道命运的 知道到了西齐就会上风神堡 感谢观看